16日深夜的法国巴黎震荡不安 7000多名示威者上街焚烧车辆丢催磊瓦斯还打警察 他们这一次直闯国民议会附近的协和广场 遭大批警力拿出盾牌紧棍镇压 场面玩如法板国会暴乱事件 法国民众会气到集体反抗 就是因为稍早前国民议会准备投票表决退休改革法案时 法国总理博纳突然宣布动用宪法第49.3条 直接终止辩论跳过投票强制通过法案 尽管马克宏政府在推手改革法案决战日前 多次表明不会动用宪法49.3条 但眼见情势越来越不利 最终还是黯然决定下了这个政治赌注 根据法国宪法条文 政府动用宪法49.3条后 也同时允许反对派在24小时内提出不信任动议 如果动议通过 不仅法案得撤销 内阁也必须请辞 总理博纳开议颁出宪法终极武器 议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们就立刻举牌斥责 甚至高唱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 以施抗议 随后极右派国民联盟议员们 接连炮轰马克宏失败伤害民主 并扬言会支持不信任动议 让政府崩垮 这恐怕会让一场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怀孕新闻谢仲岳赞号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孕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